历史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当下会觉得大势已定 因为美国过去的总统大选的历史 像这种情况发生 大难不死 你真的很难去压他的气 而且你会看到很有趣 川普是不是在之前攻击力都很强 他在被打之后 你看看他发言 我们要团结 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要团结 你看看他的气 马上高度就拉高了 因为他自己知道 我满手的好牌啊 你很少找到一个政治人物 他有这么强的一个特质 或者他的表演能力真的那么强 一般的人就像你刚刚形容 一般的人听到枪击 而且自己被打了 照理来说应该是紧张的 应该是就是匍匐前进要离开的 特勤也应该做这个动作 但是你看川普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美国人所期待的 尤其至少共和党选民所期待的 这就是美国的英雄美国的精神 这个事情发生在 我在美国旧金山登上飞机的时候 因为我在飞机上工作 所以我有接网路 然后就把噼里啪啦讯息一直传来 就说他发生大事了 川普出大事了 飞机上的WiFi 在飞机上的WiFi通知我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就说我稍微看了一下状况 我就想说哇 这个我还没落地 大选结果已定了 川普在造势大会遇袭 然后但是他又又感觉又奋涌起来 呼喊Fight fight就是继续继续继续战斗 然后现场所有的那个群众 大家如果有看影片就现场所有的群众就喊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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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说啦 川普真的是一个 你是说现在这个投票选举的这种制度下 候选人你本身你必须要有一种叫做随机应变的能力 还有也可以说是群众魅力 也可以说随机应变能力 你要怎么去把像这种临场的对你可能突发的情况 你在这个场合里面表现 让选民对你感觉哇耳目一新 然后印象加分 谁有这样子的能力 谁就可以在选举的这个场合得到高分 那川普显然他的这个灵机应变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那当然也可能是他天生的一种特质吧 像这个场合 我们自己想象一下 如果子弹是从你耳朵旁边穿过去 然后你都已经流血了 你被你的这个维安特勤人员趴在这个地上去度过这个危机 你当下会怎么想 你想的一定是危险危险 那你可能会跟着特勤人员 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匍匐的走出去 但是川普不是 川普他接下来呢 他是正臂高呼 跟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支持群众继续呼喊 告诉他们我没事 然后大家继续战斗 所以才留下了这个载入史册的这张照片 这就是川普他的这个特性 他的确在灵机应变能力上面非常非常的强 也就是如此 这两张照片一比较就知道 一个是一个是美国的英雄 一个是呃呃这个慈慕的老人 这是很很很对比非常非常强烈 好同一时间呢 我们的翁批到了 来欢迎翁批 嗨 翁批你好你好你好 来请坐请坐请坐 来来来来 那个翁吕宗教授 来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带一下 来来来来来 那个镜镜头拉一下啊 好来久仰久仰 我们翁李宗教授 哎这个小弟我常常看你 我知道我也常常看你 哦真的 你的节访很有趣 哦真的 久仰你了 真的今天难得有机会能够访问你 很荣幸 我也超级荣幸的 那那个呃今天非常开心 这个翁李宗教授能够来到我们现场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前天啊这一场震惊全世界的这个 他他他等于是一个突发事件了 嗯那他我们先来谈谈看 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这两张图的这个对比就知道 他现在对美国的这个大选的影响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深啊 哦那欧米你怎么看 那这个川普遇袭的这个案子 他会怎么影响美国的大选 拜登还选下去吗 比较辛苦一点哦 我们客气一点说 其实这个这个事情发生在我才在美国旧金山登登上飞机的时候 因为我在飞机上工作所以我有接网路 然后就啊 噼里啪啦讯息一直传来 就说啊发生大事了 川普出大事 飞机上的WiFi 在飞机上的WiFi通知我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我稍微看了一下状况 我就想说哇这个我还没落地大选结果已定了 所以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样 哦你第一个感受我还没落地大选结果已定 对对对没有机会等到我落地这个美国大选结局已定哦 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我们说这个历史的事件哦 其实在这个枪击案或者是刺杀案发生之前呢 民主党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说要不要换拜登 其实因为辩论表现不佳嘛 那实际上第一场这个这么早的辩论表现不佳 就有很多声音传出来是不是应该换掉拜登 因为他年纪太老了 那在换拜登的这个这个讨论当中呢 就有人回顾历史了 1968年当时的现任总统民主党的Linden Johnson 就是詹森总统 他是现任总统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执政表现不佳 所以在民主党内所谓的逼宫的声浪之下 他在三月1968年的三月 他宣布退出这个竞选连任 然后就有人去做比较啦 如果说当时詹森在三月就退选 然后派上副手去带打 结果是大败 那么现在拜登已经到了七月 而且初选都搞完了就结束了 詹森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初选还没结束 现在是初选都结束了再换 挣钱换将就已经是大不计了 所以在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前 民主党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而且就觉得说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 挣钱换将放诸四海都不是好事 这个枪击案发生 对台湾也是嘛 枪击案发生之后呢 下一波的讨论就变成了 哇那川普 我们刚刚你我在旁边听你也讲的非常的 这个传神也是真的是这样 就说你很少找到一个政治人物 他有这么强的一个特质 或者他的表演能力真的那么强喔 一般的人就像你刚刚形容一般的人听到枪击 而且自己被打了 照理来说应该是紧张的 应该是就是匍匐前进要离开的 特勤也应该做这个动作 但是你看川普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美国人所期待的 尤其至少共和党选民所期待的 这就是美国的英雄 美国的精神 受到的重创站起来再战 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讯号非常强 这跟什么呢 这跟共和党1981年雷根总统遇刺之后 这种感受 就说雷根总统大难不死之后 1984年的总统连任 雷根总统创下538席的候选人 这个选举人团票 变成538票之后呢 创下史上最大胜差 他拿下多少 525 525对13 大家上网去查 传统的很多蓝州 那等于是全部很少的 都很少了 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 他是1981年被刺吗 1982年的时候 共和党国会选的不好啊 各位朋友 国会选举跟总统选举是不一样的 总统就是看个人 看个人当然也看各州 可是总统个人的形象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刚特别举说 1981年的雷根 雷根预测了他风趣幽默 然后recover之后 他在1984年 那是很早式的大胜 所以面对现在的这个状况 我只能说历史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当下会觉得大势已定 因为美国过去的总统大选的历史 像这种情况发生 大难不死 你真的很难去压他的气 而且你会看到很有趣 川普是不是在之前攻击力到很强 他在被打之后 你看看他发言 我们要团结 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要团结 你看看他的气 马上高度就拉高了 因为他自己知道 我满手的好牌 牌都在我手上 所有都是我的 现在他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攻势 他只要包括了国会 国会已经正式发声明了 国会议长这个Johnson他就讲说 国会要调查 特勤怎么会这么逊呢 这个大家看电影就看到特勤不是很英勇吗 这个白宫陷落 一个特勤打翻一团的恐怖分子 结果为什么给川普的特勤 是枪都套不回去呢 而且那个制高点都没有控制住 这个光是不要说是特勤了 光是我们打电动 或者是看电影 你都知道说 这个特勤应该每一个制高点都有部署狙击手啊 怎么可能 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Bartler 就是说Pennsylvania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乡间 所以乡间它并不是一个城市 并不是密密麻麻的吗 不是 它并不是高楼大厦林立的 它是一个非常清楚 包括在场的群众都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塔台 就是那个农舍 大家都知道那几个少数的制高点 但是还是没有部署 那问题就来了 国会就已经正式的表态了 那拜登 川普可以扮白脸 但国会接下来调查可以严加调查 你想象一个画面哦 就是说在国会调查的时候 我们台湾也在调查权 国会调查你把特勤局的局长 或是谁放在全国的直播面前 我也不需要你说什么重话 我国会议员就直接的问你 为什么制高点没有部署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疏失了 那就问题大了 疏失 为什么对我的 为什么对共和党的候选人 有这种犯这种错 然后我再追问 如果你是国会员你再追问 请把当天执勤的资历全部告诉我 结果你如果一比较发现 全部都是菜鸟 你看看有多少文章可以做 为什么给川普的都是菜鸟 枪放不回去的菜鸟 所以我说 其实现在的川普 在这个枪击事件之后 整个气势 还有他手上可以运作的牌 造成现在的川普 只要不出大纰漏 只要不再是咄咄逼人的 他可以展现我们现在要团结了 我们现在真的美国需要团结 哇完全这个气势高度都不一样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整个的局呢 除非拜登真的有机会 打出什么样的重大的议题 或者是美国又发生 什么样重大的事件 我们讲的比较暗黑一点 就是说如果发生 像弗洛伊德 又是族群的这个非裔美国人 又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也许还有一些话题性 否则拜登现在真的是挑战非常大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